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状况 是的 特朗普政府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协议内容 意思就是说向中国提供一项有限的贸易协议 大家注意一定是有限的 不是像之前我们谈到的全面的贸易协议 是的 那么该协议将首次推迟甚至是取消美国部分对华的关税 以换取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和采购美国农产品等方面做出的承诺 根据这个知情人士的透露 最近数日呢 特朗普的一些高级贸易顾问 在准备中美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呢 是讨论了这一计划 讨论现在来说还是处于初期阶段 特朗普呢也没有批准说要进行这项计划 所以说还只是一个雏形 是的 该提议将是一项临时的协议 将冻结中美贸易争端 但并不是为一场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的中美贸易战 带来最终解决的方案 有评论就说了 这项计划反映了白宫内部 对最近这个对华商品关税下调 上调以及中美贸易战 对美国进入选举年的经济 带来负面影响是非常担忧的 是的 我们再来看看一份民意的调查显示说 贸易战不受很多美国选民的欢迎 农民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越来越感到愤怒 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 能够使特朗普政府避免在12月份 继续提高对华的关税 那么这一轮关税计划将打击的商品 会从智能手机玩具到笔记本电脑等 多种消费品 是的 那看得出来呢 这个双方的温度不断的在上升 我们昨天讲的时候呢 似乎就已经感觉到 这个中美之间的气氛在慢慢升温 没错 感觉那个冰山上面有一点点在消融了 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 也算是这个中秋节送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了 有没有像纽西兰的天气越来越好 我就希望不要是像纽西兰的天气反复无常就好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要进入夏天了嘛 是 对不对啊 虽然夏天在我旁边 对说到 说到这个今天咱们是中秋节啊 不得不从这个中秋节入手了 今天我们就不说什么这个中秋节的什么祝贺词啊 几一段话了 我们从这个月饼指数来讲起吧 那既然讲中美贸易战 我们就要讲一个叫月饼指数啊 我相信呢 大家如果最近呢 就有上网的朋友都知道啊 很多人呢 喜欢在网路上啊 因为快要度过中秋节嘛 今天对不对 那最近这几天 很多人一定上网去Google 找一找呢 或百度一下 看看呢 这个哪里的月饼 哎热卖 或今年呢 有哪一些月饼呢 是最好的啊 是 所以呢 在这个统计数据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每一年呢 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月饼 这个关键字啊 就出现了 月饼 说到月饼 我这有一个大月饼 对对对 我这有个小月饼 待会我们再来做说啊 好 那当然 当然为什么七月份呢 因为七月份呢 有一些人可能开始厂商 对 或店家 已经开始要部署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中秋节在九月 对不对 大概有两个月时间呢 做准备 在七月过了那个 一个关键字热搜之后呢 它会停留一段时间 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 尤其是在中秋节前一个礼拜 这个热搜关键字啊 会迅速上升 迅速上升 所以在今年呢 你知道什么月饼拿到冠军 五人 那是五年前的 冰皮月饼 答对了 对不对 冰皮月饼最近在中国热搜 关键字当中呢 又占据了排行榜的地位 能够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从这些蛛丝马鸡里面啊 实际上这个细节是无所不在 我们从月饼指数可以知道呢 中国人今年呢 吃冰皮月饼呢 一定比五人多 然后呢搜索呢 女性比男性多 那女性是三十岁以上 搜索月饼的观念词很多 妈妈级的 要送礼物什么的 或者孩子啊 老公啊 要吃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中美贸易战 实际上跟我们在网路上 搜索月饼 这个关键字啊 有一定的关系 好 那我就去上网搜索 中美贸易战 哎呀 一看一大串 对不对 新闻今日谈呢 都排在前面 对不对 点在这儿是吗 所以大家以后要搜索 新闻今日谈 中美贸易战 就找到我们了 是 教大家一下嘛 对不对啊 这个天涯诺比林嘛 就很容易找到我们 那在这个 这个月饼指数 实际上是可以看出 这个 这个时候 大家的消费心态 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往往中秋节一过啊 这个热门搜索 关键字立刻掉到 那个几百个之后去了 大家不关心了 对好像每一年的这个价 比如说像中秋节 或者是这个 粽子节吧 就端午节 端午节 对对对 在之前它都会 价格都会卖很高 但是只要那一个节日 那一天一过 基本上都是半价出售 还好啊 还好 这些中秋节啊 那到明天 这不值钱了 对就不值钱了 你请人家吃 人家都不要 是 对不对 那有没有人要吃 快点这个发言上来啊 那欢迎各位呢 在我们的YouTube直播上面呢 留言 因为呢 到节目的后半段呢 我们会把它念一下 好不好 欢迎各位 看看大家是哪一次哪一次的 你在世界各地 告诉我们你在哪里啊 你有没有什么祝福语 我帮你念一下啊 那这个 那夸我们的 就不要念太多了 好不好 这个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念一下 对 那讲到这个月饼指数 当然呢 就要看到中美贸易战 现在的温度啊 在慢慢缓和 你有没有觉得 越来越双方在释放善意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这个美国 对于中国一部分商品 推迟关税的做法 还是说中国对美国啊 把有一部分的这个 关税清单给拿掉 我都是觉得说 双方在做很大的让步 当然我刚刚看朋友 他说中美是不可能达成 全面的协议的 那么我们还是对于这种 怎么讲呢 临时的协议是充满着希望的 那你觉得在第十三轮 磋商的时候 能不能够有一点点的迹象 告诉我们说 画一个逗号或句号 这样讲 特朗普呢 急 那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什么选举的压力啊 国内经济指数就业率那些 那回过头来讲 在中方呢 对于这一次的这个 中美贸易谈判呢 他实际上自己本身 也面临到一些出口 经济放缓 各种因素也有问题存在 所以就一个这个短期来看呢 双方都希望在 即将来到的 第十三轮谈判当中呢 找到一个交集点 那中国人呢 比较聪明 所以中方呢 现在预计听说 派出呢 这两套班子 一套班子呢 刘鹤班子 刘鹤 对吧 还有一套班子 商务部长 不知道是谁 但是呢 比较敏感一点 是这样分 他大概现在 这个中方希望啊 把这个贸易问题 跟这种所谓的这种 地缘政治一些敏感问题啊 分开谈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 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呢 我知道我们都知道 美国是把这个 做了一个捆绑 没错 对不对 有些时候 连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 或市场开放 都有要求很严格 对 所以他们现在希望分开谈 把好谈的先谈 是 对不对 就学当年邓小平 摸着吃着过河 好做的先做 是 对不对 就能谈的先谈 当然呢 美方呢 不一定 现在来看 不一定会松口啊 但是就这个月饼来讲啊 这个小月饼跟大月饼 差在哪里 尺寸上 内容呢 馅儿大点 我这 长相呢 一样 对 就是你好歹有个小月饼 没有大月饼呢 好歹有个小月饼 所以你看我好歹拿个小月饼 对不对 能够把拿到手的先拿到手 之后的再慢慢的再说 虽然是个小月饼 但它呢 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我这有蛋黄 对不对 虽然不是那个 那个叫莲蓉啊 但也不错啊 那 所以呢 这个月饼呢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在短期来看 大家呢 先吃上月饼 先吃一口 一样 先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这是第一阶段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常常都在说 特朗普反复无常 一会儿又这个 挥这个萝卜 一会儿又挥大棒 一会儿又对中美贸易战 这个关税不断的施压 但是还是可以根据一份报告来看出 特朗普自从上任以来啊 他的这个竞选承诺的兑现率 是高达82% 是 无需国会立法的承诺兑现率 更是高达100% 所以说其实虽然说我们常常说 特朗普反复无常吧 但是他对自己的选民 我觉得还是有交代的 我觉得他之所以反复无常 是急切地想要在中美贸易战上 下大赌注 得到大的政治成果 那么你觉得说 他会不会现在打得太过头了 反而错失了那个时机呢 现在来看哈 特朗普大家都知道呢 本身他是商人出身 又升为美国总统这个位置 那他当然知道呢 他本身有这个选举的压力 这是一个躲不掉的东西啊 这个国会啊 什么各方面啊 什么舆论他可以不管 甚至连媒体骂他 他还可以骂记者啊 骂媒体啊 甚至禁止进入白宫都可以 但是选票这东西啊 实在没办法 但眼看了呢 现在有一个突破口 那这个突破口呢 就是今年的11月 APEC APEC会议 这个峰会啊 在智力召开 是 如果在这个会议上呢 如果10月份 大家达成某种程度的 小范围的这种小月饼啊 好 到了11月呢 这个见面呢 APEC峰会的时候 他能跟中国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坐下来 就是等于是说 握个手 就我们达成了 让贸易战呢 在11月就画下一个据点 这个是 斗点 不可能是据点 斗点 对不对 就是以后再说 在至少这一阶段 我们大家都show in 是 那有些人就会说啊 这个中国干嘛 配合美国演出 对不对 你有选举 我没有啊 你有选举 你有压力 我没有啊 那为什么要配合 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说中国的经济 正属于这种一种转型期 它本来自己内部的问题 说实话就已经是特别多了 当然希望外部的环境 能够安静一些 哪怕让它安定一时 或者是两时也是最好的 说对了 一百分送你个月饼 都一样 大月饼小月饼都一样 所以这个真的是 就是那么这样 因为大家都觉得 打到这时候 实际上呢 还没有分出胜负 但是双方呢 都要缓一缓 因为中国现在也面临到一些 经济上啊 各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也要说 既然你愿意啊 这个就是美国希望已经设好了嘛 对不对 我也跟你设好一下 那这个大家就设好 我继续还需要买大豆 我也去买啊 继续给你设好 那这个大家就暂时休兵一下 对刚刚 那你关税呢 就就不要加那么快 是 对吧 是刚刚谈到说 要等到11月份 APEC峰会的时候 可能才会有一个斗点 那你觉得第13轮磋商的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再往前面挪一点点呢 为11月份做铺垫 我那么掐指一算 这个东南西北那么一看 第一因为呢 他说的时间点很微妙 大家留意一下 10月15号 这个关税延到10月15号 是 从1号延到15号 美其名呢 是为了这个庆祝中国国庆嘛 对不对 了表新意 但你反过来讲 这个关税呢 他还是要增 但是为什么要延15天 实际上是为这个即将见面呢 这个铺垫有点缓冲期 对不对 因为第一 10月份 10月1号 这些中国代表团是不会离开啊 不会去开会的 对不对 那一定什么时候出发 大概开完会 这个庆祝完国庆 然后呢 到了周末的时候出发 那大概几号呢 大概5号出发 差不多嘛 对不对 10月5号 这个该该什么庆祝活动啊 展览啊 这些都差不多了 对 大家都休息了 好代表团出发 那6号美国时间礼拜天啊 就到了这个华盛顿 对帮他算好啊 7号礼拜一 双方见面 对不对 顺利的话 礼拜二谈完 坐飞机回家 刚好在赶在15号之前 能够就某一些内容 10月8号 10月8号应该呢 双方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共识哈 对因为之前中国和美国一直纠结于说是重新开始讨论这个关税 还是说从上一轮停止的地方开始谈 这一次当然大家是拿到共识了 从4月份停止的时候开始谈 所以说我相较于起点不一样 现在起点是一样的了 就比较好谈一些 当然了 还有一个那个突揪不是走了吗 对不对 因为他在他讲话 那这个团队在谈的时候呢 就会总是有人说 我们不再成这样子简简单单就放过中国 对不对 那你就不好谈 所以干脆呢把挡在路上的那个绊脚石先搬走 对不对 所以特朗普呢就先搬了 搬走了以后呢 10月如果没有错的话 差不多应该在10月8号 因为这那一个礼拜一过 回头来15号 那个如果在之前呢 还有一点点缓冲时间 如果8号双方呢 还有一点讲不完 对不对 到15号还有一点 还能时间收一个漂亮的尾巴 你如果弄到那个什么13号才敲定 万一卡住了 15号你磕不磕啊 对 再研就没面子了 我觉得David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大月饼和小月饼 就是这个比喻我觉得太棒了 都是 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美国他现在是不仅是在科技上 至于在中国的这个政策上 还有这个关税上 都是向中国施加马力的 当看到中国不服输之后 他当然是想要在这个大选之前 能够在一个内容上吧 能够拿到票 自己的这个摇摆州的票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选择在贸易 就是贸易这一块当中 稍微低一下头 或者是双方都试个好 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对 所以呢大小月饼呢 不重要 重要手上有一个月饼 对选民有交代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呢 未来在长远的这个过程中呢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时间的关系 我们稍做休息 好 待会继续跟各位在座分享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的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好 我是Summer 是的 继续话题之前呢 我们来看看在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刚刚我看了一下 有巴黎的 明尼苏达州的 有这个 韩国的 韩国的 当然国内的朋友 现在时间是 早上十点半左右 对 十点三十一分 对对对 那当然这个 夸我们的太多了 我们就比较重要的呢 就不念 这个留下来 我们来讲讲 就是跟新闻有关系的 比如说这位胡作非为的朋友 他说 中国要帮助川普连任 我们很难找到 这么有利于中国的美国总统了 是 对 还有人说 现在是全球四处对美国出手 而且还有朋友说 法国要争亚马逊税 欧洲整体要惩罚Google 是 那这个 挺多的 当然这个我们都会去看 实际上每天呢 看大家的留言 可以算是受益良多 当然还谢谢Alex在奥克兰 因为我一直呢 这个想说 在纽西兰的朋友 比较幸福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 抱歉 能够在电视上 电视跟广播上 就能够听到 在纽西兰全国都可以 看到我们的节目 是 那世界各地的朋友 可能要靠YouTube 不过现在呢 如果你在奥克兰 你也可以透过YouTube 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 大家就是 如果是错过也不要 这个着急 我们还有这个回放 对 那这个一边看一边按赞 谢谢大家 这个有不少人按赞 那继续呢 讲到就是关于 恢复采购 美国农产品这件事 没错 我们看到说 中美双方 释出善意了之后呢 中国好像是 更往前面进了一步 怎么来说的呢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中美贸易战 现在来说是 仍然在持续当中的 继中国豁免 对部分美国产品加税 美国押后对华货物征税 两方均释出善意之后呢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更是在9月12号表示说 中美工作层将于下周见面 围绕贸易平衡等问题 进行认真交流 商务部则提到说 中方企业已经开始 就采购美国农产品 比如说大家很关心的 大豆猪肉等问价了 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 显然是非常的迫不及待 而且很开心的 在推特上面发文 直指说 预计中国会购买 巨额的美国农产品 刘鹤当天应约会见 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 董事会主席格林伯格 他表示说 美方刚刚宣布推迟 10月1号加征关税 说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他又指出说 中美工作层下周会面 将讨论贸易平衡 市场准入 投资者保护等问题 同场的这个格林伯格 也表示说 美国工商界 都是不愿意看到 加征关税的 希望中美两国 是通过磋商的方式 来解决分歧 恢复正常的经贸往来 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 愿为此发挥积极的作用 是那当然呢 这个中方也是不断的对美方 示出善意 开始规划这个准备呢 再去开始买美国农产品 对不对 说到这个买美国农产品 其实我有看到其他的新闻 光是中国去这个巴西买大豆 按理说应该很开心吧 这么大一大笔单 但是巴西现在来说 是拿不出那么多大豆来的 再加上美国有 现在也有农民吧 出现一部分声音是想说 美国能不能找到替代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产商 叫怎么讲呢 叫这个 就客户 客户 对 但是呢都找不到 所以说看样子 中国和美国 都是非常非常需要双方的 都是有点离不开的 但为什么还彼此推这么远呢 当然呢 如果今天没有中美贸易战 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对不对 你中豆 我买豆 对不对 我做鞋子 你穿鞋 大家都有福利 都有钱赚 但打了中美贸易战之后呢 实际上呢 这个产业 整个产业链呢 它这个已经乱了 现在非常乱 因为我举个例子就知道 因为我昨天看到新闻呢 就是美国啊 这个等于跑到台湾 去推销农产品 然后呢台湾呢 这个当然承受巨大的压力之后呢 是 决定购买新台币 1100亿的美国农产品 对不对 实际上呢台湾 台湾人口也就2000多万 你怎么买 我说实在话 都没有中国的量大 没错 那全世界呢 就算坦白讲 这1100亿的我都担心啊 买那么多农产品 台湾人吃得完吗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台湾要 它现在就施压 给所有跟美国这个关系还可以的 都逼大家买 比如说像日本也买了 日本买了 但是日本给出的说法是 我们吃不了那么多 那我们就去 那也是啊 我们去援助这个非洲的人民吧 对啊 所以这个美国这个这些斗农 农人的压力实际上 给政客的压力非常大 不然凭这些农民啊 哪有办法去影响一个国家说 来你买我豆子 谁理谁啊 一定是给美国政客施压 之后政客给盟友施压 是 说你们买豆子啊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中国也需要豆子吗 对不对 对 因为呢这个食用油 然后呢渣渣 这个豆渣可以喂猪嘛 没错 那回过头来讲 这个最重要就是 美国豆子 因为过去长时间啊 这个中国的这些厂商用惯了 它的出油量比较高 质量比较稳定 那这个巴西的豆呢 能不能用 可以用 但它的出油量啊 没有美国大豆高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只能是 短时间的替代 但是还是双方离不开彼此的 对嘛 全世界 什么人你现在告诉我 他可以呢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 他都不要出去买 对不对 自己种菜 自己养鸡 自己养牛 对不对 然后自己做桌子 自己盯床 自己缝衣服 自己织布 你说这个时代能吗 对不对 原始人可以啊 现在什么时代了 大家都已经分工 很细腻了 对不对 你做鞋子 我种豆子 不就这样吗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啊 其实我们常常在说 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的影响 客观的来讲 其实对中国的影响也挺大的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夹击 还有这个非洲猪瘟的影响 中国的猪肉量最近是攀升的 特别特别的高 这个价格 有统计说是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五十了 高到 所以说你觉得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 中国的处境现在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猪肉的问题实际上是对民生来说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当然中国政府现在有很多政策 因为面临到非洲猪瘟的问题 猪呢 这个大家知道在中国人八大菜系当中啊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对不对 超过牛羊肌肉 全世界每一年啊 这个屠宰的猪肢呢 大概有一半在中国人的肚子里消费掉了 对 所以中国呢 这个对猪肉的需求很高的时候 当发生这种猪瘟的时候呢 虽然有对策 这个能够控制啊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想想看 你回头再开始养这些小猪仔 对不对 到能够去屠宰 大概最少啦 这一只猪啊 要养到90到140公斤 对不对 你还有那个 这个屠宰才有够本吗 对不对 你还养不到 你杀了 那个你花不来 对不对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时间 所以现在在中国也希望呢 中美不紧张的话 对不对 进口一点 美国猪肉缓一缓 这个市场上的这种短缺的情况 对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中美比较就是降温的情况之下啦 中方也是有一个私人企业好像是订购了60吨的这个美国大豆 就是从美国这样运过来分批次的12月份运完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双方如果是不打贸易战的话 这样的经贸往来是互相成就彼此的一个做法 但是所以保护主义啊 有一定的这个风险 是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在这个短期或者中期 所以就长远来看哈中美贸易战是一个不会一天两天打完的 对 所以中方现在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哈 在长远来讲 对不对 现在的这种回旋大家都能够好像这个打仗一样哈 这个交手过后呢 大家回来把部队啊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呢 把刚刚第一轮回合打的结果 大家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们有哪些缺点 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是要重新调整 在这个当中啊 中国就应该看到能源的这个问题 能源 因为中国的这个原油啊 跟天然气依赖进口的比例很高 是 对不对 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的再继续下去的话 美国如果用一些比如说 限制手法 干扰或在南海干扰你的这个运游的这些油轮的话 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整个国内的能源呢 会产生又像猪肉一样的问题 对 因为中国毕竟之前我们多次的谈到了 在中国的北方冬天的时候 要进行这个 煤换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中国其实 刚刚讲了自身内部是需要去消化 是需要去发展的 以及重新调整自己的结构 战略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外界的 我觉得任何负面的干扰的话 尽量是越低越好 对所以今年的这个马上10月份了 他们见面 那你也把它想成了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华人啊 在看这个中美在10月份 如果双方恢复谈判 要这个继续下去的时候 我们不要给所有的谈判代表太大的压力 记住大月饼小月饼好歹它是个月饼 对不对 不能说我们去啊是绝对要吃大的 对不对 你美国吃小月饼我吃大月饼 对不对 那么不能这样想 没关系小月饼也可以 对我一直以来的心态都是能够重回谈判桌上 有的聊就有的解决 就算那个结果不是100分 但是呢我们应该说的人要有这种观念说 对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支持走下去 对不对 就怕有一些那种特别这个比较急的人 就会说这样子我们吃亏了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让步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那个 这个东西啊要看长远 对不对 看到长远的布局上 那这种来来去去呢 这次吃小月饼 那下次呢 你就可以吃大月饼 再下次呢 就大家同分一块月饼 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 不要一个人吃两个啊 一个人吃两个呢 胆固醇会高一点 对不对 共分共赢 共享 共享 是 这比较重要 所以刚刚从我们前面讲到 即将在这个10月份的见面 讲到11月 讲到这个恢复采购美国农产品 都是希望呢 这个大家这个有这个 积极一点 正正面的来看待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吧 他的世界真的变了 不应该是中国抵制美国高科技 美国抵制中国农产品吗 现在真的是反过来了 嗯 那个换美国农人吗 是 以前芝加哥交易所的大豆价格 跌到一定价格之后 美国政府出钱买给送给非洲 现在保住不跌破低价逼盟国买 是 嗯 但这个如果你能够把它当成这个像一个啊 能够卖给中国 中国又付那么多钱有什么不好吗 双赢吗 双赢的训练 但是就是怕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太偏激了 有些思想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中立了 是 嗯 好 所以呢 这个整个来看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来自成都 天津 广东 这个福建 加拿大 什么到处都有啊 嗯 不过我想这个大家看中美贸易战 不管你在世界哪一个地方 对不对 嗯 现在在全世界大概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华人 对 那么觉得 那只要有 看到都很亲切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 是 所以呢这个我就很好奇一件事 今天啊 中秋节对不对 嗯 全世界的华人要消耗掉多少中秋月饼 一人至少一个吧 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 在中国的时候 我不吃 我不怎么爱吃月饼 哦 因为就觉得就是想要瘦 第一是想要瘦 第二觉得也没有其他东西那么好吃 但是反而出国了之后 我觉得粽子也好吃了 月饼也好吃了 都香了 啥都好吃了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在感觉啊 好的 这里我们稍微消息待会继续新闻经事谈 我们来看看中国留学生会不会成为下一次的这个中美贸易战当中的对象 好 一会儿见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经事谈第三段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下午好 是Summer 是 我们节目的特色就是呢 这个基本上呢 水分比较多 啊 说错了吗 是广告比较多还是什么 比较柔软嘛 这个叫揉面对不对 是 揉面团要是不放点水呢 这个面揉起来就很硬 是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带给大家 不能太多干货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有朋友说他是翻墙过来的 他说看到却是广告 就有一点点失望 看广告是福气啊 对不对 看到广告福气啊 对 好 那这个短讯好多啊 我们先念念纽西兰此地的朋友的短讯 没错 刚刚讲到这个美国想要达成有限的贸易协议 他发表了意见说这就是阶段性的解决方案 这虽然不是全面的解决方案 但美国智库终于从天上回到地面了 现实的逐步解决中美双方的分歧 本来就是正确之道 中美都应该务实达成协议 这样有利于整个全球的经济发展 另外国内已经开始给香港事件降温了 中美现在都不愿意让局部事件 影响整个贸易的缓和 最后呢祝主持人中秋快乐 也祝你中秋快乐 谢谢 那在我们YouTube直播上面呢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先讲纽西兰此地时间 纽西兰下午的两点整开始 进行新闻正经台的直播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是早上十点钟 对 好 那大家其他各自换算 但是提醒一下 我们到月底会下令时间 到最后再跟各位分享 是 那么刚刚呢 我们跟大家预告了说 中国学生会不会成为 这个贸易战的对象呢 当然有朋友表示说 不会牺牲这个对象 因为太无脑了 这个方案太极端 但是呢我们来看看 这条新闻是怎么样跟大家说的 说到的是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学府呢 都是吸引着全世界的 生生学子的到来 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 更是海外留学生大规模的出口大国 云集顶尖大学的美国呢 自然是成为了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 据统计说 在2017年到2018年学年 就有超过36万名中国留学生 留美到美国大学去留学 我们来看看中国学生留学美国需要交的 它其实是留学生的费用 也就是海外学生的费用 这个也是美国稳定的收入来源 以美国公立院校的标准来计算的话 每名海外学生要修完这个学士的课程的学费 平均是37,000美元 私立学校的话 那就更贵了 高达48,000美元 那么其实美国政府 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些签证上面的措施 是在限制中国学生的 是 所以将来去美国读书呢 变成大家这个可能要做好准备 对不对 不行来纽西兰留学好了 好 我们这边大学水平也不差了 虽然不是长春藤对不对 但是也很好有档次 对 因为从我看了一份统计 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 中国学生去美国是降到了十年来的最低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学生作为留学生 它带动的产业是非常庞大的 你想中介 房地产就不说了吧 住宿 吃饭 旅游 是 最重要呢 在西方的留学教育政策当中 是希望吸引全世界最棒顶尖的人才 来到我的国家 那来到我国家之后呢 受过我们的教育之后呢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价值观啊 影响之后 好的 如果愿意我留下来 唯我所用 对不对 他来美国留学之前 所有的那个社会成本 教育成本啊 我美国都不要出啊 对不对 他来的时候就进入这个好学校 还自己带交学费 交钱 生活费 对不对 好了 完了以后呢 他开始工作 就立刻加入我的生产行列 这个聪不聪明 对不对 第二 如果他不愿意留 要海归 那这个人呢 他的价值观跟他的视野 因为受到我美国教育的影响 他就带回去他的国家 然后如果今天这个人呢 回到这个假设回中国了 是 他开了一家公司 他将来要去做生意呢 他一定去跟美国人做生意 为什么 因为他留学美国 对 可能那个思想接触到教育 什么学弟啊 学长啊 同学都在美国 对不对 他就会想方设法 去跟美国啊中间有贸易往来 所以西方一向把这种留学 视为是一种赤殖民主义 一种在用 这个效果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 如果今天因为中美贸易战 你把这个中国学生给挡出去了 对不对 不仅仅是这个经济上面 损失 你的人才 文化 人才方面都会损失 你看看那个美国名校 那个中国学生的比例 那个简直吓死人了 而且你比如说你是在美国名校毕业的 你毕业之后成为了优秀毕业生之后 你是可以对学校进行回馈的 比如说捐赠一个图书室 翻秀一下操场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会连带有点损失吧 对对对 这损失很大 所以呢这个要欢迎中国学生 当然我觉得 虽然说美国学府 比如说像一些重要的科技行业 它是排斥 现在来说是比较排斥中国留学生的 但是的话相当于 比如说像咱们新西兰 旁边的澳大利亚 还有加拿大 还有英国 变相的 我觉得可能留学生的数量会多一点 就赚到了嘛 因为美国以前毕竟呢 世界级的高级学府在美国 占的比例是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留学呢 第一目标就首选去美国好挑 那但是呢 这个其实放眼看去 像英国啊 纽西兰 澳大利亚这些 也可以啊 纽西兰的大学水平啊 很高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来这里留学是好事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YouTube直播怎么说的 对热敏龙这位朋友说 有点美国学校已经禁止中国留学生 但是美国学校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完全自主化自我经营 而是每年美国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 政府的下令 学校是无法拒绝执行的 你讲的是大学还是中学啊 我就不知道 但是美国大学大部分呢 自己本身呢 学校的钱非常多啊 甚至有一些大学呢 如果你成绩够好 可以给你全额奖学金 你不要交学费啊 那但如果你讲的是那种公立的中学或大学呢 可能是依赖政府的拨款 对不对 那这个中间是有差别的啊 但哈佛啦 普林斯顿啊 什么麻省理工啊 那这些他们都是 有资金在运作 你就挑好的不需要这个听政府的 是 韦昊8102的朋友说 川普根本就不听智库的 他找个财务顾问和他的思维是一样的 还是40年前的想法 其他主流的经济专家都反对和中国进行贸易战 是 那这个来讲呢 这个是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以前啊 在这里都做直播 是透过手机短讯平台 是 那手机短讯平台的量呢 跟今天做YouTube的那个量啊 是不一样的 因为YouTube的这个 大家在上面这个不断的发言 那个数量啊 是一直跑你知道 所以呢 我都来不及看啊 但是这个非常谢谢啊 是 还有人问我们说 节目之后有没有送月饼 我们就自己吃一吃吧 对不对 那最重要呢 在这里还是要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因为华人嘛 大部分大家很多都是 在世界各地 身在异乡 身在异乡 那种到了这个 每逢佳节 被世青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能跟家人团圆 聚在一起 一定呢 要跟在家里的父母啊 联络一下 表达你对父母的那种思念 对不对 最重要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跟家人今天晚上聚一聚 一起呢 过一个中秋节 没错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也希望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们 能够在今天的一轮明月之下 共赏这个中秋节的月饼 是 那我们就替大家呢 来分享啊 这个中秋节月饼 大的给你 谢谢 我拿小的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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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